台南日景芒果季正康 超大一碗芒果冰拍起來 好看好吃又消暑 暑假湧入超多遊客 定家生意超好 但也讓交通出現亂象 他們會擁一些就是 臨時停車的 臨時路停的 最近遭街兩邊都有車輛臨停 打雙紅燈卡在路邊 佔用網路空間 讓其他駕駛被迫逆向行駛 甚至還有駕駛疑似為了買東西 直接逆向圍停 讓附近居民好困擾 金山來回巡邏 看到圍停車輛開閥取締 網友調侃圍停吃冰 一碗芒果冰變成900元 埃伐荷包大失血 天氣熱到暴 壽山動物園的黑熊也要吃冰 量一下 狂客冰柱消暑 整顆的椰子冰霸氣 拔開來大口吃 動物吃冰畫面逗趣可愛 讓民眾看了好療癒 記得台南高雄綜合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